面对生死 台湾民众的诉讼已经进到开放了 气管重心的通计 遵守气管管政统议卡的因素 已经超过45万人 接受气管管政重心的故事 也在专台湾国内就发生 像在新北市 有一个冰淇淋的头戈 叫做冰淇淋 人年多前 经历洗油漬一口 也没法稳定来降噪 十月有那个缘分 来接受大爱观政之后 他才能冲业 妄想成真 也还有这个中国秀印尼小妹妹姚之余 因为生天来带着感激的一面 医生的短短 却不过十岁 也不过他来接受到稍等医生之后 总算是有机会 能够继续来大汗 气管的观政 为爱的告别 到新的缘息 我们继续来看他们感动人的故事 你每天睡到这里有没有睡得很好啊 不知道啊 不知道啊 啊 这在哪里 你知道我的牙齿吗 台风来天吹到滚下气的油气 这是健康生长的症状 生作可爱 脆胚胖胖的姚之余 两年真接受伤等的仪式 现在是阔伐跳坦 你要遛你的狗吗 可以 特别就是 他的房间最多不是七头咪啊 这个 这两个做这个时候会用 然后打这个时候只用这个 这是针头吗 哦 针头 每天打针的时候都会用针头 每天打针的时候都会用针 针 在这种感情的既蓬宫 小小隔壁 腰动不良正好棍 是一种胃生长大 隔壁不腰动的一半 吃下去的时候 大部分都会脱出 医生只能挖口 针大壁的围起生命 没自由 医生暂境来针团 他挖不过十岁 在移植前就是他的肠道是不通的 所以是他是要靠胃脚口引流 所以他身上都要 其实是要背一个引流袋 然后就是胃益长益 都是从那个引流袋 就是排空出来 那所以每一次感染 其实我只要一两道 他体股发烧了 我就很崩溃 就是要全身马就 再换一个手术这样子 然后 纱布湿湿了 可能要 不要 好 等一下再换 好 我看一下能够去换 有没有跑掉 不然这个没有弄好 好 我们检查一下 这条人工会降 在没多久的中来 就可以疼掉 稍稍的心窟 等你适应新的器官 也还有新的生亡方式 真的是不大 真的 那你现在如果想要把它变成 橘子口味的话 你要什么 要葡萄加 那个柳橙 柳橙 好 那你吃吃看 看它会不会变 以前都没有吃东西 而且还要靠管路把 就是身体的液体排出来 对 现在是都不用了 然后也会有想吃的渔王 第一次接受到 就是可以移植的时候 其实很害怕的 过程因为很长 就是那时候在等待 其实很煎熬 但后来就是顺利移植完成了 那陈医师请我们到 什么事外 通知我们这个好消息的时候 就觉得好像 想要重生的感觉 如果再下雨的话 我们就去那里面上课 不再等时间让大厚白料 只设计稍一年的汁鱼 很爱吃 他也开始下雨的时候 自己吃东西 妈妈今天煮什么好吃啊 我不敢吃 稍微的嘴巴捕到很艰难 一小嘴一小嘴 慢慢吃 为啧时就用不需要用嘴 来捕的汁鱼 等一步一步在练习 其实 他的重心可以說是生命的記者 因為海棟的消等關重 李公來的案例很少 而且很難配對 姚之瑜等四年多等到 他是當年為他配對成功的案例 到現在也有很多海棟 等不到器官 能夠這個器官捐贈 是一個非常好的一種福報 我想 輔助手術的醫療團隊 阿當病言婦語長陳雲 等於進行外體的醫療 動物的試驗 希望可以維修長的歲月節 帶來希望 媽 妳 愛妳 愛妳 四聲 媽 眼 念 這樣的小朋友真的讓我看到 他很 就是意志很堅強的一面 因為退游之瑜 他在上課當中跟文藝術當中 他完全不知道身上的一些病痛 老師很期盼 很期望看到妳的進步 我相信妳做得到 妳跟一般的孩子一模一樣 因為器官移植的機會 一定是一個生命的餘落 然後患得一個生命的重症 那 那捐贈的家人媽媽跟我一樣 她因為小孩失去小孩 她一定很難過 但是非常謝謝妳 肯做出這個非常偉大的決定 讓我的小孩現在能夠 就是有一個重生的機會 那捐贈後 她現在生活過得非常好 那也改善了很多生活品質 然後我們真的非常謝謝妳的大愛 妳以後想做什麼 我說夢想 藝術家 有沒有想去哪裡玩 澳洲 那妳現在可以吃東西 妳有沒有高興 氣管中心的統計 全台灣遷屬器官官情 同意下的人 突破到四十五萬人 但是實質的總統 也要考慮到家屬的議員 另外氣管又分為外體官情 發入規定 五點會親 也許是有婚姻關係配合 可以用心臟的一個器官 也許是器官的一部分來切斷 官情儀式讓另外一個人 另外一種是大愛的官情 當時人必須是發生意外之後 經過兩次破定腦肆 才可以進行官情 腦肆的狀態 只能接受 失望人數的霸魂記憶 所謂的腦死指的是 腦幹的部分已經失去功能了 那我們所謂的腦幹是 負責我們的呼吸心跳血壓這方面 所以當這一部分 已經失去功能的時候 這些人等於最終最終 他一定會因為這個腦死的原因 他會進到死亡的過程 很多的人 他可能在面臨這樣的狀態的時候 他想說這是不是真的已經 病人已經真的都沒有機會了 那所以他還希望說 是不是有奇蹟的出現 到最後這個病人的狀況 也越來越不行 所以等待要捐贈的時候 也沒有辦法 醫療團隊必須在第一時間來就位 所以讓家屬 真一步找出適合的修徑架 按照 匯形 妮靈 體形 體質頂頂 進行頂頂的體驗之後 吻上器官 突破到重重的難關 所以每一次配到成功 讓失去的小名 順利九方給另外一個人 可以說實在 難得的基因 很多重心的修徑架 因此後的鄉 竟然給亭秀人生 尊重小名 今天送 本來的櫻桃跟蜂蜜 然後去送貨喔 好 送冰淇淋 好 謝謝 三十六歲搖冰淇淋 人以前接受幼稚的儀室 現在是冰淋淋的老闆 回想過去是一段惡夢 29歲的時候生病 然後後來才知道 有一些生病的徵兆 但自己沒有注意到 就是可能走路很累 然後突然瘦很多 瘦了十幾二十公斤 發現的時候其實就已經 他就發那個病危通知 就說你要去加入病房 因為你的腎臟就是功能 已經沒有了 當年有根疑 油漬拍戲 雖然找不到原因 之後進入水油漬的人生 他本來在補習班做導師 打不來之後 沒辦法穩定感受 幸運的時候 他一年後就等到 遠遠到來 離職就是有一個人過世 那他把他用不到的器官 給需要的人 那就是這個器官是來自於 一個不幸的事 其實那個也說不上高興 就是他其實是有一點沉重 但我們就是很努力的去 去讓他更有價值 有關於這家朋友的 便宜林工廠拍下來 特別是 他照封國地的苦心見法 收集全台灣國中 特殊的口味 我們看的是一種植物 就日本神社前面會種種樹 這是台灣的嗎 台灣的 有台灣很久在旁邊 造成冰之後 有一個很高的火香 有關他感慨 這是洗油漬的時候 不可能會有什麼事 現在他的夢想 還要一一來實現 有關他的店面 打擾到器官的海報 甚至只要民眾簽器官動議卡 就送一支冰淇淋 他沉沉來感謝 完成真正古代的運情 很謝謝他們 去做了這個決定 那這決定其實改變了我 不只是我 我的家庭 可能我的朋友 很多朋友因為我 所以去簽了一個同意書 有關於他做企業的季工 到全台灣的英港 分上中期人生的經驗 也幫助家宿 怕過失去自親的痛 做一件好事 不應該那麼辛苦 他應該是獲得社會的支持的 一個還有一個重心的故事 恩賞的是小命 是一份無數的愛 也是英姓的季節